林鄭的競選分享會 足足攪了一個小時 本來節目的編排構思 我認為是相當不錯的 開場說她所謂的感性的東西 然後找她在成長經歷中 她認為重要的人物出來站台 讚她 表現她人性的一面 但我覺得比較差勁的地方 因為林鄭從來沒有表現過她人性的一面 她那些朋友 所謂她那些不同時代成長的朋友也好 戰友也好 就很難說到她人性的東西 所以整個過程 那個小時裡面 你覺得我感覺有點格格不入 很生硬的 先說一下她想自嘲 我宣佈參選就很倉絕 很多時候表現到我的論盡一面 我的公關團隊就把白達通和現金收起來了 即是她想搞爛逆 這句話 但這個爛逆出來的效果是甚麼呢 效果就知道不少了 收起來了即是怎樣呢 即是不會讓她用白達通來搭地鐵 不會讓她用現金去給錢乞丐 即是說這些事全部不做了 那做些甚麼呢 那又要房車出入 好了 接下來就是她找她的人 即是不同的成長階段 譬如逐個說 譬如她中學的同學 我不太記得她的中文名是甚麼 即是她那個 即是嘉樂薩聖方濟國中學的同學 她就是領袖生 她的中國同學就跟她很老死 這樣就說她在中學的時候的事 以及不職業之後 即是大家都有見面 那這位叫Jane的這位朋友 最初真的嚇死我 嚇死我甚麼呢 我以為她要說半個小時 拼命在那裡說說說 我感覺就是 即是有些反高潮 本來你可以說一下她對她的認識 對她的了解 她去中學的時候是怎樣的 但怎料結果就好像有些反客為主 然後就說進入 就是Hong Yu 即是火紅的年代 雖然她不提這個字 說搞學運 認識很多社運的朋友 於是 劉千石這個人就起了身 大家很久沒有見劉千石 石哥很久沒有見你了 但是找劉千石來代表香港的社會運動 老實實 真是勒了十萬八千里 即是有些少許 平衡時空那種感覺 即是說究竟她活在甚麼年代 石哥真是很久沒有搞社運 很久沒有搞工運 石哥現在主要是搞大戲 你看到她在公開場合出現 除了那個標準公時委員會之外 她都不法一言在這些問題上 好像不是標準公時 我都記錯了 好像是最低工資 你說我跟得那麼緊都亂了 最多見她出現甚麼呢 跟仙姐在一起 誰是仙姐 唱大戲的白雪仙 經常見她跟她出現 其他她是社運人 她是公運人 不是吧 找一個這麼過氣的人 去講她大學的時代 她跟她的關係 已經關心社會了 是不是有些勾呢 然後呢 接著就找工作 講這個第一份工作 做AO之後就派了去西港 連那個title她都搞錯 她說了自己是西貢的政務專員 甚麼民政專員 其實不是她是做理民政專員 後來她更正了 就找那個西貢區要的主席出來 跟她說幾句 說這位仁慶 就是典型那種吃四方飯的街坊 我們叫街佬 就是說我們大家仍然是這麼年輕 仍然是這麼英俊 仍然是這麼英俊 喂大哥 不要玩了 在這樣的場合 搞一些這樣的事 給我感覺就是 一些深度都沒有 就是說你說地方行政 其實 老實說是港英政府當年 想還政於民 是一個很重要的舉措 我不要說這麼敏感 不要說這麼敏感的事 沒有問題 你要說一下你在這個地方行政的這個 就是甚麼助理民政專員的工作上面 有甚麼心得呢 對於掌握民意 了解民意 是這件事 有些甚麼得著呢 說一下這都可以的 你找個街佬出來 嘻嘻嘻嘻 又贊你又贊我 然後她說了一句話 都挺令人害怕的 我認為是完全用錯了字眼的 說這個甚麼歌 他說這個甚麼歌的從政生涯 林鄭說的 這個甚麼歌的從政生涯 她經常都說的 是拜我所賜 哦 即是怎樣 即是我帶她出來的 我帶她出身的 我是她師父 沒有我她沒有她今天了 中文比較差 是吧 即是拜我所賜 不是這樣用的 然後 這個呢 我認為是一個比較重心的人物 我本來呢 以為她出場會說多些 有深度的說話 夏佳里 大家知道夏佳里 她本身有南亞裔的血統 是香港的 算是一個相當 歷史悠久的家族 雖然不是一個亡族 但她在香港的政壇裏面 也是一個傳奇人物 有做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有飆煌之聲 因為她是律師底 所以有很多的 私人的法案 或者是審議香港政府的法案 她是很賣力的 她也做過這個財委會的主席 明天じゃ 是完全是 是 但是我覺得我好失望地 夏佳里 說的話 是有半信半疑的感覺 我不知道那個臺詞在哪裡寫 似乎她 就是 支持林鄭 只是說林鄭在財委會裏面說如何收回政府的提議 回去讓她的下屬罵她 她想表達什麼呢? 就是表達她通情達理 表達她不是一定是很強硬的態度 寧願搞不定的話就收回收回再拿上來 她想表達什麼呢? 就是下街里的出現想達到什麼效果呢? 對不起我真的不認識 孤流寡聞看不到 然後就有一位弱劑師 有一位年輕人弱劑師 就跟她發電郵給她 她就很快回覆 很關心年輕人的出路問題 我覺得這麼多人物裡面 這個雖然她說話就輪盡了少少 比達人力比較差 但是這個有些肺腑之言 發自內心真的很感謝 林鄭作為這個政務司司長 關心年輕人的 主業人士的出路問題 這個反而 那個人性 那個人的味道呢 會好些 而呢 令到 就是城牆裡面呢 最言之有物就是這個年輕人 另一個年輕人呢 就是她的大兒子 她的大兒子好像叫林哲思 就在大陸 小米那裡做高層的 現在還在放年假 放年假才回去支持媽媽 不放年假都不回 多一點來吧 北京那些空氣 她都冒了這麼難頂 多一點來對身體健康有好處 不過也是令我很失望 就是她 林鄭呢 就在整個片裡面 其實 很重 就是很常都說 銷售她人性 親情那一面 就說 跟她的大兒子關係很好 經常跟她的大兒子去旅行 去敦王之類 那側面反映了些什麼呢 側面反映了些什麼呢 側面反映就是 她老公和她小兒子 在家裡跟她的關係是什麼呢 很奇怪喔 不是一家人去旅行嗎 只是跟她的大兒子去旅行 這是我第一個疑問 第二個疑問就是 但是 這位 林先生呢 講的說話很短 就說 她小時候就很多 擔心啊 懼怕 她媽媽就叫她不要害怕 然後她大了 就有很多困難 她在她媽媽那裡學會 就說 沒有困難是不可以克服的 然後她就說 她媽媽選特首 很多困難 就連都可以克服的 鼓勵她 有她同行 我得到感覺就是 這番說話 劉千石說 夏嘉莉說 或者那個西貢區議會的街佬說 沒有什麼分別 但這個是你兒子 我以為那個位是會流眼淚位 感動位 應該是李英 然後那個高潮 然後就是 講自己的政綱 沒有啊 其實 她的兒子 跟她的關係 是不是她描述得這麼密切 就是那種connection 她現在說reconnect 那個connection 那個連繫 是一種什麼的連繫 來的呢 為什麼好像 在這個 所謂的分享會 或者競選的大會上面 要銷售感性 銷售人性 都好像 完全銷售不到 我覺得很簡單 不複雜的 要分析這件事 就是林鄭本身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林鄭本身是一個公事公辦的人 林鄭本身可能對家庭也是這樣的人 對兒子的要求很高的人 沒有困難是不可以克服的 喂大哥 我聽到也害怕 是不是 你試試有一個這樣的媽媽 跟你說媽媽很難啊 那你跟她說 就說沒有困難是不可以克服的 我做那份工作都是這樣的 我要求我所有的下屬都是這樣的 說你兒子 敬而遠之 就是 講不到人性和親情的一面 如果他是一個這樣的性格的人 總的來說 這些所謂他的老友 或者他以前在成長階段的重要人物 都是在工作上的關係 看不到他在人性朋友友誼的關係 而通過這個友誼去欣賞他的工作能力 然後支持他做特首 相反 胡蘇貞還沒有做這個所謂做四大會 什麼分享會 胡蘇貞找了三個人跟他拍片 我上一段影片也有說過 一個是深美 一位是教劍的師傅 胡蘇貞是他教劍的師傅 一個是在海關當年做這個 幫他做行政工作 跟他關係很密切 一位女士 一個是麥齊江 你看到三條片 講工作 講交往 講友誼 講雪中送壇 你會感動的 不用搞個大龍鳳 看三條片 每條片大概兩分三分鐘 你會感動的 但是我看林鄭 整個大會一個小時 我的感覺就是 也是公事公辦的感覺 我是出來選特首 是這麽多了 你希望認識我呢 對不起 我家裏有三個男人 就是這樣 我做事很論盡 就是這麽多了 其他呢 看不到 這是不是失敗之作呢 自有公論呢